好 我们今天一个重点就是 怎么样在12月 这个股市这么高 帮自己赚个红包钱 不然这个涨那么多 到底你有没有真的赚到钱呢 今天一个重点 晶圆双雄 问一下下面的来宾 帮我们按领一下 你觉得联电台积电还可以 这个时候在追吗 都可以哦 五字头的联电 也是五字头的台积电 还可以哦 怎么追这个时间 OK 好 就这样子给他买进去 对啊 就是这样买进去 不然 哇 OK 好 那前面空手的人 你觉得这时候也是可以介入 他看半天了 一直看得很痒了 手很痒 你现在再不进来的话 那等到有一天 你真的下定决心买的时候 我保证你是买在最高点 哦 对 现在 白产圈回在酝酿的时候 买在最高点 对 因为你现在还在犹豫的时候 就表示它还不是最高点 哦 对 这是永远的定律 股市里面的定律 那其实我为什么会认为说 还有高点 不是用这个市场心里面来猜的 我们用这个直接用本益比来算是最有效的 那以本益比来讲的话 台积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预估今年的EPS大概是21.8元 那以目前的价位来算的话 它25倍的本益比544块 如果是给它30倍的本益比的话 654块 那事实上以这种高成长的一支股票 像台积电这样高成长的股票的话 给它30倍的本益比 虽然是有一点高 可是呢 一般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么至于台积电来讲的话 尤其它有个重点是怎么样 因为它占了劳动基金的持股率是24% 国家队最近很多人在关心 对 没有错 所以呢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呢在10月以前 他们是赔钱的 那现在呢 它一定要把这个钱赚回来 还要把面子也要赚回来 所以呢我们认为 现在是国家队在接手外资 在主导这个盘势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应该在年底之前 应该还会有更高点吧 那另外呢 年底之前 就差不多现在还会再创高 对 那另外联电来讲的话 其实市场上一般都公认了 联电的价格大概是 这个台积电的十分之一 所以今天呢 台积电最高515 联电最高多少 51块6 刚好十分之一 那么预估呢 它今年的EPS大概是2.5元 那如果给它20倍本益比 是50块 那今天已经到了 对不对 那给它25倍本益比 其实也不夸张 大概是62块半左右 OK 所以勇敢再给它追下去 朱老师你也是一样 从技术面来看 其实我用技术面来看的话 也蛮符合的 我们台积电跟大盘一样 有一个长期的横盘 横盘突破的目标价是550 所以还没到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还可以做 第一个为什么可以做 就是趋势没有改 它是多头 那我们的目标还没到 所以应该至少还有 到550到580这个范围 可以继续做 只不过你进场的位置要做好 你不要去最高 台积电涨个三天也会修正 它也会哪一天会比较弱 好 那我们来讲连电 这波是看550到580 550到580 技术面 那连电如果我们用技术分析看 目标是上面那个高点58块 那今天才51块 所以当然也还是可以做 也是样标最高 你不要说今天已经涨了4天5天 你跑进来 那等它修正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你要敢买 否则你每次就越看越高 你这个股价就只有越来越高 那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们看大盘会涨 所以这些我们叫做指标股 它一定会涨 如果这个台积电连电跌 大盘就不可能涨 它就不可能大盘到1万5到1万6 所以这几个指标股 包括红海包括大立光 其实大立光现在也是在低档 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大盘涨 是有本钱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今天只是红海动一动而已 那后面其他的大立光 什么都来动的话 就会到我们的标价 所以短线上是不要追高 但是长线上目标还有机会 可以继续做 虽然创新高 但是现在看起来觉得是步步高升 行情还会一直往上走 好 我觉得说刚才主任讲的 很清楚福祉中国 他在晶片不足 造成要停产 就在这个晶片的需求很旺 但很旺 就好像说我们讲了一个人的发烧 还没退烧之前就告诉他他已经退烧 那讲太早了吧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个人认为只要筹码面 看外资也好 看融券也好 都可以 你只要看这两个 不肯认输 假如打空不止 多头不止 所以都比较自己 自己下自己 当然你说短线拔挡 但是像以我个人来讲 我小孙子 两个月之前出生 他一出生我就开始买台积电 你帮他买台积电 都买零股 真的是金孙 每一次就 每个就买二十股 差不多一万块 我今天又买了 就是说 我就说你不买这个 你要买什么 因为他刚出生 这才两个多月 18年后就可以上节目 跟我讲 我当你阿公帮我买 所以我台电是这样传来的 所以说 我以前有认识个人 他就真的做全网 就完全只做全网 他全网就一直买着 甚至买零股也买全网 所以你不买台积电 不买联电 联电现在已经带上来了 刚才不管是他比 两个价格之间的比也好 或是整个来讲需求 我们讲说 现在目前不管是IC 或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一些产业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的能见度 还很长 到明年的第二季去了 所以说最重要 台积电 今天的资本租的话 四千三百亿 我们可以讲说 国内有多少公司 有这么有钱 四千五百 四千三百多投进去 未来不看坏 即便创新高 还是当做传家宝 一直传下去 长期看好 另外这个新闻 今天临时一个新闻 我们还是要特别问一下 因为存股族真的很多 金融股不发股利 主委黄天幕 没有松口 哇 怎么办 买金融股就是要零股利 如果不发股利的话 这个新闻出来 我想先问三位来宾 金融股 还建议大家继续持有吗 我们是要举圈 举圈插 OK 好 不行 不行 只要继续持有 持有按圈 都一致通过 怎么办 对 就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讲 一般现在会买金融股 大部分都是存股族 对 那你存股族你是图的是什么 鼓利 鼓利嘛 对不对 就股息嘛 那你现在 所以每次下跌的时候 能够忍得下来 就是靠股利 对 因为大家的想法就是说 没有关系 我不要管它的股价的高低 那它只要每年固定给我配 譬如说4%以上的股息 我就心满意足了 大家就想的是这个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呢 股息没有了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期待的 这真的会发生吗 我觉得 会 它的股息应该会减少 因为它真的要把它的覆盖率 对 要坏账的覆盖率要提高 会预放大幅增加嘛 低利率 对对 这个是一定要一定要做的事情 不然的话银行会倒掉的 所以它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呢 你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可是它应该不会说完全 通通不让人家发股息 应该会减少 可是减少 你如果说把这个殖利率减少到 1%2%的话 那就干脆把定存算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还是会有差 会不会有冲击 那现在手上有股票的人 我会比较建议稍微换点股票好了 换一下 朱老师一样的看法嘛 那存股有一个概念嘛 就是为了要赚股息嘛 是 那所以存股的人本来他也应该要知道 他也要检讨他的存股的这个组织 这个组合嘛 所以现在金融股既然它没有办法 有比较高的殖利率的话 那你的组合就要调整了 因为我们存股本来也不可能只存一种股票 就说你要做一个平均股利的收入 所以现在金融股 当然我应该还没有定案 这个应该还没有定案 如果真的定案的话 那你就要把你金融股的持股要减少 然后看你的哪一家的股票 因为金融股很多 对不对 你要看哪一家 如果你是证券的可能元大这种股息 可能就还会很好 那如果是他真的是受到影响 其实各位记不记得去年金管会就下过一个命令 就是受减公司不配息 有 有 记得吗 结果你去看那个中售股价 27块就跌到十几块 这个因为影响太大了嘛 人家去靠股息的 所以各位要去调整一下 看你手上的哪一支金融股 如果受的影响比较大 就把内支金融股给他 把它换一换 换一换 现在有很多像食品股 这些值率率好的 那你就给他换一下 是当下比较好的策略 OK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蔡老师的看法差不多 有一句话 一招被蛇咬 终生怕草蛇 三十年前我买的果泰人数 一千三百八十元 一千三你买过 我买过 不要以为说他很高 他从一千九百七十元下来 所以跌了三分之一了 还是这样下来 那你卖在多少 只之后我卖在八百八 好再卖掉了 流到现在真的是流程 所以你以前是很爱金融股的 一千三都买的 对啊 但是从那之后那 我金融股通路不碰 然后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今年以来 我们知道只是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金控股 就一档 比今年年初还高 其中比今年还差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情语之下 金融我都讲得很难听的话 赚钱像捡痘子 赔钱像拉肚子 赚钱像什么 捡痘子 一粒一粒捡 赔钱像拉肚子 所以说再讲一个很简单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今年现金政治最多是在金融 特别股 是现在跟股东要钱 他不发股息 还在跟股东要钱 这个东西我觉得说 我们投资一些公司 最主要是有三个目的 除非你要跟公司经营 不然你就赚差价 不然你就领股息 这三个里面 我觉得在金融这一块 我真的看得比较保守 我就说我已经差不多三四年 没有投资金融股 三十年没有投资金融股 我在金融业工作的时候 你带过八家公司 金融公司 我拿到库长股 早上判你知道吗 当天就卖 是有吓成这样 吓成这样 一朝辈子 中央怕少生 所以我记得说 在这方面 我说真的 很保守 很保守 因为买金融股的人 就特别保守 他想买金融股是最透懂的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目前就是 今年以来我们就讲 金融金控股只有一档 是有涨 还涨一点点而已 大部分都跌两三成 那你说怎么办 所以当年赚这么多钱 全部都赔在国泰人手那一档 不是 原来是 国泰人手赔的钱之后 慢慢才会 其他地方 慢慢拉回来 来补那个赔的钱 ok 对不对 就是其他赚的 刚好去赔这个东西 ok 金融鬼给大家建议 这个现在 新拖累了好赞 自己调整一下 中文字幕展开 小说点 中文字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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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